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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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力气了 我赢了 你没力气了 我赢了 你没力气了 你帮我赢了 我赢了 你帮我赢了 我赢了 这样子对了 赶不过来吧 二公子 好冷 痛死宝宝了 这家伙轨迹多软 就是不肯好好打 成功了 现在只有再给他最后一击 看来他是在伏兵上动了手脚 否则以二公子的功夫 怎会轻易落水 你别过来 这都是游戏 我必须打倒你 才算分出胜负 二公子终于要使出下荣剑意了 不好 他已被为荣兵所谓出乎意料的快 左手先以秋夫之力 进一步削弱他的防御 右手 再是出杀杖力最大的冬灭剑 高剑力消耗火纳 此刻已经游战灯枯 绝技抵挡不了 高剑力啊 你这最后的挣扎 到底不错 只可惜 绝技抵挡不了 你这次为止 不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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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个东西 可真是够累的 过程很辛苦 结局很完美 如今去往大泽山 炎堤六贤种 将东西交给六大长老 这侠葵的位置 就是猪汤煮你的了 但愿如此 眼看大功就要告成 大哥为何这般愁容 老弟啊 我虽然看似夺到了 营货之石 但是有兄弟传来消息 田虎已经拿下了 墨家的高剑梨和大铁锤 他敢挑起跟墨家的争端 显然对于农家 争夺侠葵的对头 只会更加坚决残忍 田虎这家伙可真够狠的 完全不顾农家和墨家 昔日的勤奋 眼下的情况 他们的对手就只剩我们了 而且 他应该也已经知道 我们正在赶往六贤种 很快就会追上来 很好 终于除掉了这两个碍事的家伙 二当家 二公子他人怎么会在这里 他刚刚嘴上喊着什么 姐姐被坏人欺负 莫非大小姐他 你放心 八言他没事 大小姐他去调查 大当家的案件了 考虑到带上二公子的话 青棕会太过显眼 所以大小姐便暂时将二公子 托付给我们照顾 那大小姐岂非孤身一人 三娘不必担心 我们已经安排其他弟子 保护大小姐 她的安全无余 原来是这样 但大当家过去严令 禁止二公子参与农家事务 这 大小姐是明白轻重缓急的人 眼下那是急需用人之事 她已经答应让二公子协助我们了 再说 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阿刺如今的功力 要担心的 恐怕是诸江 到四季镇了 剩下的路程不到半余 不妨先在这里稍作休息 让兄弟们喝口水再赶路 好主意 二叔 众叔 我们来这里干嘛呀 姐姐人呢 阿刺 你先别急 我们也很惯念你姐姐 但现在 一时还见不到她 为什么 姐姐到底在哪儿 她被坏人抓走了 所以 众叔才赶快找你来帮忙 坏人 宝宝已经打败墨家的坏人了 阿刺 你刚才做得很好 但坏人可不只有墨家 抓住你姐姐的是其他人 是谁 姐姐最疼我了 我不准任何人欺负她 这个人 这个人你也认识的 就是神农堂的朱家 朱家 朱家 朱家叔叔吗 阿刺 你朱家叔叔变了很多 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敌人了 否则他怎么会派人抓走你姐姐呢 就是为了要威胁我们 就算是朱家叔叔 我也不会原谅他 阿刺 你说的没错 二叔我呢 也是绝对不会原谅朱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显然是有人要掩盖痕迹 手把非常老道 小心 这是此案中的一个重大疑点 在秦拿道职的过程中 还出现了流沙的行踪 袍丁是小圣贤庄的专属大厨 与儒家关系密切 张将军 赵高没有不答应 那么鬼谷纵横的两位 也一起请吧 我们要走 没人可以留住 公子复苏又篡位谋反昌平军 帝国内部 就帮朕找出真平实据 你这样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罗王想要编织的新世界 将军 将军 神军 神军堂传来消息 今日一早 神军堂主朱家带领大批人马离开 弄清楚他们的目的地了吗 正在追踪 军家六堂为侠轨之位内斗正憾 能在这个时刻令神军堂清朝而出的 恐怕只有那件事情 增援部队如何了 已经集结完毕 好 立刻出发 是你 朱家派你来当水客 不是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莫非又在为共工堂办事 如果我是敌人 就不会一个人出现在这里 有话管说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此处很是隐蔽 很适合受伤的人躲藏 我不需要躲藏 该害怕的是他们 黑剑士 确实是一个在江湖上 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号 曾被七国判处死刑 却没有一座牢笼困得住 法令七国挑战 拒绝从剑谱两百名外 跃升至十一 响当当的名字 圣七 那不是我的名字 在农家 你似乎还有另一个名字 大哥 不要 不要这样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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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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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变的话还是留到侠葵面前说吧 今天这么多兄弟在 你别想逃 天蒙 上 残杀兄弟 七灵帝父 按我农家戒律 必须处以陈堂执行 请侠葵 一律承办 给魁尾堂上下一个交代 给六堂兄弟一个交代 你想要找回的 是魁尾堂主的名字 还是那个农家叛徒的名字 在你为自己证明前 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 什么事 你欠的一条命 朱家得到营获之时 侠葵之位 看似就要落在他的囊中 然而 现在六堂超过一半的力量 都与田虎同意展现 他们正在赶往炎帝六弦中 我刚才还在奇怪 大哥明明担心田虎会追来 却愿意在这小镇子逗留 现在我懂了 神农堂与四月堂的兄弟 原来大哥早有准备 越是接近终点 就越要保证绝对的安全 田虎从池油堂赶过来 这是时间问题 所以我首先做好准备 田虎想当侠葵的目的很明显 墨家已除 接下来对付我们 他可以放手大干一场 朱堂主正是主动选择战场 掌握先机 这个地方 进可攻退可守 司徒老弟 你选的有眼光 朱堂主 还有你的秘密武器 千人千面 打算何时输手 该出手时就输手 既然是秘密武器 自然不会让对手知道 朱堂主果然高明 行行好 行行好 别点湿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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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背叛了我 明了什么算拥有 唐败总会输给了沉默 一片片情绪汹涌的挣脱 追逐和错过谁能看透 越远越却看尽谁的愁 我在承受你不懂谁都没赢过 潮起潮落涌尽了谁的勇 你不放手我都留争到什么 请搜索天行九哥进行观看哦 不好 跟我来 刘继老弟 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 究竟是谁 在暗中布了这个局 他们追来了 将军 有人接近 请搜索天行九哥进行